来看到这个画面屏东一名王系男子 在18号凌晨疑似跟朋友嬉闹打赌后违规酒驾 不但边骑车边用手机录影 还特别经过警察局前高分被呛瞎 如此嚣张行为 警方获报后一个多小时就逮到人 男子除了被依公共危险还有社委法移送 而且他骑车时没戴安全帽还使用手机 还得要吃上1500元罚单 老子酒驾 凌晨3点多男子骑着机车没戴安全帽 还单手拿手机自拍录影 我酒驾 经过派出所大声嚷嚷自己酒驾 男子行径根本在挑衅 原来不久前这名男子喝完酒不仅违规酒驾 经过派出所明显行车摇晃 还高分被呛瞎 罪证确凿警方当然千万歹人 事隔不到几小时男子被押到派出所 相较烧岛前的猖狂态度如今气焰全消 而消息一出也引发民众议论 满神经病的 事发在18号凌晨屏东离港乡酒如露 当时这名王姓男子喝完酒疑似跟朋友嬉笑打赌后 他竟违规酒驾不仅边骑车边使用手机录影 还特地来到分住所前高分被呛瞎 行径超嚣张 王贤到安后酒车虽未达公共危险标准 但骑乘机车单手拍摄影片 以公共危险罪移送 与警察机关叫嚣并破网 以设違法移送 除了遭送办男子骑车未达安全帽 加上使用手机至少吃上1500元罚单 只是喝醉酒无聊当有趣 甚至挑衅警察如今也得替自己不良行为负己责任 记得出水朋友们到